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今天呢开始来介绍波动现象 所谓波动现象呢总共有四种 第一种呢是反射 第二种呢是折射 第三种呢是干射 第四种呢是绕射 那我们今天呢首先先介绍反射现象 反射现象发生的原因呢 大部分都是因为介绍 就是在传送的过程当中 介绍突然之间发生了变化 这是第一种 当然其他的因素也有 例如像那个像水波 水波它可能它虽然都是水 对不对它不是介绍的因素 它是因为深度的变化 当水波从深水呢传到浅水的时候 大部分呢都是因为介绍的变化 所造成的一种现象 对那像最明显的像深波里面的回升 就是当我们传递深波的介绍 比如说有空气呢 遇到前端它是一个固体 介绍的突然间发生一个变化呢 它所产生的一种反射现象 好那一般来说 这个坡的反射现象呢大概有四种 好那我们透过这个弦上坡呢 对它的反射做一个更精密的了解 好第一种呢叫做固定端的反射 好它是一根弦 一个弦好那固定在这个这一端 所以当一个坡好 传送遇到固定端的时候呢 它所产生的反射坡呢 它的特性就是说 它的正弗会产生颠倒的现象 而且但是正弗的就是它的形状会产生颠倒 但是正弗的大小是一致的 好所以它会有一个半个坡长的一个相差 好相为差 好我们再看第二种 第二种呢是自由端的反射 它这个绳子这个弦呢 绑在这里这边是松的 它等于是套在这个柱子上而已 好所以它所产生的这个反射坡呢 它的形状一样 好跟陆射坡的形状是一样 但是呢它的前进方向是产生相反的方向 正弗也跟陆射坡是完全一样的 这是属于自由端的反射 我们再看第三种 第三种呢 它是由就是泄密度改变的一种反射的第一种 它是由密度比较低的呢 传送到密度比较高的 那这个时候呢 它除了会产生反射以外 而且它的反射坡呢 就跟固定端的反射坡的状况是很接近的 但是正弗会比较小 而且它也会进去到这个密戒指 它从书戒指还会继续到密戒指 但是固定端的话它不会进入到 进入到那个密戒指里面去 但它会进去 它跟固定端唯一的不同 它会产生一个透射坡 所以它会继续的前进 那透射坡的正弗跟反射坡的正弗呢 都比路射坡要来的低 要来的小 这是第三种 我们再看第四种 第四种也是属于泄密度改变的一种反射 但是它是从密戒指呢 进入到输戒指 那跟刚刚从输到密的话 它围的最大的差别呢 就是两个地方 第一个就是它跟它是同向的 就是跟路射坡是同向的 所以它是方向相反而已 但是正弗会比较低 但它有个很大的区分 就是它的透射坡的正弗呢 会比路射坡要来的大 那以上呢 我们大概都是透过弦上坡呢 这是一般产生的反射的四种现象 跟同学做一个介绍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